裝潢時尚會在台北東區金華地段 這是整型名醫張久明跟江文彪合作的整型美容診所 生意不錯但氣氛卻不尋常 就是因為名醫江文彪跟妻子互告 你要對他好 我要跟他生活很好 同意 就是類似像是Promise之類 後世口中所有Promise的餐會到底是怎麼回事 時間回到1998年 江文彪外遇直到2003年 2005年 江久明診所員工參訓 當時江文彪的妻子 詹姓女子也有參加 當場起後要江文彪簽愛妻承諾書 所有財產 房子 股票都要無條件送給妻子 沒想到事後江文彪卻反悔 說喝醉酒了不算數 我之所以寫這份聲明書最主要的用意 只是為了給江醫師一個教訓 妻子抱怨江文彪劈腿實地回到江文彪送給妻子的房子 位在高檔地段一樓 女兒不知情 詹姓妻子仍不在台灣 但是判決結果讓這特別的愛妻承諾書具有法律效力 全新的樓盪全面為台北採訪報道 哎呦 靜平啊 簽什麼愛妻承諾書 什麼承諾書不要亂簽啦 老師後來又吐嘴對不對 但是這個江先生老實說 我認識他 他雖然是風流替躺 但是他跟... 你一般人喔 挺帥的耶 他跟剛剛我講的前面那個案例 鍾先生其實也是想要維持家庭的和諧 他也是愛他的老婆啦 只不過... 愛他就不要傷害他說 只不過男人牛簽到北京還是牛 那幹嘛要結婚啊 那我也不知道嘛 如果是我就乾脆就不要維持未婚狀態就好了嘛 那你去交女朋友這樣 但是因為你有婚姻的這個 這個既然已經有婚姻的 這樣的一個關係存在 跟承諾在的話 你就必須遵守他那個 對婚姻的旅行的要件跟實務嘛 那今天像江文彪他這個案例就是說 因為他本身他是一個 我覺得他長得... 你可以看他長得像獅獅文 然後滿風流替躺 他其實是也是一個音樂材質 平常在那個行醫期間 就是只要沒上班 沒有看診的時候 他就會自己彈吉他 哎呦 左手拿手塑到右手在彈吉他 對 連貝斯他那個都會彈 然後本身他也是一個 就是類似有那種宗教信仰的 也不錯 所以就是說 還有宗教信仰 所以他現在也可以背叛就對了 但是 因為就是他情史也很豐富 其實他六年前曾經被綁架過 然後當時歹徒勒索他 勒索家屬 然後得逞200萬元 勒索得逞 但是他 請假不高 已經讓他嚇到了 但是他在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他是醫生 所以想說很沒 因為他跟另外一個媒體界 知名的一個整型名醫 開了一間那個 在東區的一個 整型名醫的一個診所 他們兩個是合夥醫師嘛 那這個江醫師呢 他在裡面 我承認我去過他裡面 看過他裡面的那個 護士其實都還滿漂亮的 人也不錯都很親和啦 那整個服務也很精切 護士都很漂亮喔 對護士都很漂亮 是醫師精挑細選來的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 醫師精挑選 應該是 應該是 要不然你以為一般女生都長這樣嗎 沒有抓過耶 不會 我先講一下他這個事情 1998年他跟他這個 現在的老婆 詹小姐結婚啊 現在老婆為什麼人家說是小三 主要就是他之前已經有過一段婚姻了 那現在老婆就是他之前的小三 然後後來他跟之前的老婆 因為這樣子被現在的老婆抓 那個就跟他現在老婆 那個詹小姐結婚之後 等於是小三嘛 然後婚姻借過他的家庭 他就跟那個原配離婚了 然後就跟這個詹小姐結婚 沒想到跟詹小姐結婚之後 因為雖然結過一次婚 但是他還是沒有學過 沒有學乖啊 還是繼續偷吃 所以從1998年結婚之後 到婚後半年他馬上又劈腿 他那個診所裡面的護士 你知道這跟骨折一樣是有慣性的 從一個地方骨折 然後跟他護士劈腿就算了 他竟然還留下證據就是 竟然那個護士為他生的四個小孩 一個接一個生喔 對 五年內喔 而且他其中有一個小孩 據說是夭折啦 後來是生下三名子女 這醫生好忙喔 對 然後反正 他生活好複雜 反正他跟這個小事 這個這個這個 現在就是護士診所裡面 診所裡面的護士 這個小事又遊覽 那這個曾經作為小三 他現在這個老婆 詹小姐他當然會無法容忍啊 你又顧太父母這樣子 然後就是後來就當然不能原諒他 然後後來打算就是要告他們通姦啊 等等就是妨礙家庭啊 會當時江先生就被判刑十個月 就是因為這樣的一個吃上官司 到了七六七年前的時候 那時候他們診所辦的一個那個活動 也是聚餐 然後當時也是剛好是那個 江醫師的一個慶生會 就幫他慶生嘛 那幫他慶生的時候 其實就像我剛剛講 很多人包括他的partner也好 他的裡面診所裡面的 大家員工或是同事 都是希望說你們好聚好善 或者是勸和不勸禮 所以當時起哄嘛 那他的詹小姐他的老婆也在場 就是他們說啊好和好如初啊等等之類 所以那時候他也簽了一個愛妻承諾書 就跟剛剛這個中醫生也是一樣 愛妻承諾書 婚姻承諾書也好 婚前協議書啊 男人真的就是為了挽回女人 就是簽了那份書 簽了那份書也是一連串錯誤的開始 然後後來他又開始反悔了 又挖洞給追跳了 他開始反悔之後 後來跟這個 他跟這個 他的老婆又發現說 他跟這個江青醫師 又跟這個小四之外 又有一個小五 他小五來的 頭皮好麻喔 小三小四小五嘛 那天幾個小時 我覺得這個小三很奇怪 你這個小三 你要嫁給這個男人的時候 已經知道他是一個會劈腿的人喔 他是會外遇的人 因為他跟你外遇嘛 然後呢 你難道不了解他嗎 你應該心知肚明 他還是會外遇 還不能習慣嗎 你應該有心理準備吧 我覺得我接觸他 他嘴巴很甜 他很會講話 他這個人讓你感覺上 他一開始跟你講話之後 會讓你覺得很老實 然後會為你掏心掏肺 所以你人活該被騙是吧 也不能這樣講啦 但是就是說 他至少在承諾他老婆說 我絕不再犯 所以當時啊 就是跟他老婆說 如果我再犯呢 要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賠多少錢之類的 也是這樣的一個愛妻承諾書嘛 那後來 等他那時候 因為他後來 雙方就鬧到法院了嘛 那老婆就說 那你應該履行 當時你對我那個愛妻承諾書 提高也是白紙黑字啊 那他當時他就說 當時是那個慶生會的場合 大家喝酒啊 而且為了氣氛熱鬧 我配合一下演一場戲 我覺得他最不對 所以就在這個說詞去硬拗 跟法官說 當時會簽下愛妻承諾書 是配合演戲 而且好像久憨而樂 我當時也搞不清楚狀況 就簽下來 一下子說搞不清楚狀況 被迫簽的這個 一下子就說 配合一下氣氛演 不要當真 可是你就 縱使你這樣講 因為你已經簽了 你就沒辦法 所以後來 法官就審酌說 他這五六年來 他的一個執行醫師的一個收入 跟他的業務所得 至少兩千多萬 兩三千萬 那一半 你一千四百萬 應該賠給你這個 詹小姐 你這個老婆才對 否則你一直有小四 小五 男保會不會有小六 誰知道 所以其實趙英語說 這個他本性難移 就是還是會有這樣 那老婆要一份保障 也無可厚非 所以我覺得 男人要偷吃 最少嘴巴擦乾淨這樣 你的口袋也要深 不過英雄大哥 他講說 像剛剛那個情節 那個醫生講說 我當初是喝的 酒悍耳熱 被大家在那邊起哄 這樣子可以作為千塊的藉口嗎 白紫黑字就是白紫黑字吧 當然 當然你如果在 根本就不知道的情況下 簽了 那當然企業是無效的 只要企業是有效的話 當然要照企業走 照企業走 除非你這個企業 是違反公序良俗了 比如說他 像這種這種愛妻協議 沒有違反 沒有違反 他沒有違反 他又有設計錢 我所謂的違反公序良俗 就是說如果簽了 太太說我很愛你 如果以後 哪一天你沒有錢 我願意去特種行業上班 來幫你還 這個就違反公序良俗 這個就 企業是無效的 就無效的 那有效的企業 當然照有效的企業走 你說我如果違反 不能偷出 我去偷出 賠你多少錢 除非你沒有錢 有錢你就要賠出來 對啊像之前 跟小三簽說 你一定要一個月跟我幾次 那個就 不能成立 根本就不應該有這樣的事情 因為本來就不應該有小三 對 她是太太 不在法律裡面許可的 當然保障 法律是保障合法的 對對對 不過月兒 我們講說英文有一句話叫 Once a cheater Always a cheater 就是 基本上就是狗改不了吃屎 那你如果是愛到一個人 你的耳根子就軟 人家講了你就會 心軟了 但是你相不相信狗改不了吃屎 我相信 你知道嗎 其實都是錢在作怪 這個人如果他沒有錢 你以為有多少女生 要跟在你身邊 哎呀別這樣 左手操刀 右手彈琴 人長得人某人 要嘴巴好的眼 這個人長得也挺帥的 斯文斯文 談話又很風趣風趣 然後又有錢 那男人有錢就作怪 那女人看到男人有錢 怎麼會不使壞啊 你知道嗎 我就曾經碰過 坐在我身邊 我的老公 我的朋友 當著面前敢跟我講說 要不是你們兩個已經結婚的話 你老公其實是我的菜 我的媽呀 開玩笑吧 可能是開玩笑 但是我覺得不好笑 一點都不好笑 對 不能開這種玩笑 而且其實你覺得問題在哪裡 當然我們現在覺得說 小三小四 我覺得這些人說起來 你好像是受害者 可是你當時有沒有起心動念 也有一些貪 但是回到男人身上 問題還在你嗎 你為什麼一二再再二三的 你不會改 而且你允許自己一再一再 嘴巴講了承諾 腦子根本想的沒跟上 那是不是完全做的是 兩回事的事情嗎 大頭管不了小童 你自己做的行為 你自己沒有辦法負責 他就笑出來 真的啊 男生不是覺得 我覺得像這種 會一二再再二三的男生 自己本身就很可笑 事實上你自己可以拒絕的話 在第一線你就可以拒絕 你說環境的關係 你在診所裡面 就有這麼多漂亮的美女 每天走來走去 你說你動不掉 但是硬搖感情 其實不是一翻兩動眼的事情 是啊 我剛剛聽二兒講 其實我認識一些朋友 不多啦 有四五個 他們是真的沒錢 然後呢 是女人拿錢出來 讓他解難關也有 就是男人不一定要 真的很有錢才有小才華 他可以那個 有才華最吸引人 祝他度難關 然後呢 他還可以理直氣喊 跟老婆說 他能幫我啊你能嗎 所以 也有這樣去 這樣跟老婆講 就有點難看了 不過呢 我們現在想說 人這麼多小三小王的事件 你如果拿小三這兩個字 出來罵人 小心吃官司 馬上回來